这几个新闻就是澳门最大的中介人集团 太阳城主席周卓华涉验维化开赌就落网 史传就是太阳城在澳门的美资赌场里面的贵宾厅 就会今天开始就停业 到最后深夜的时候 其实它就回复了澳门全部就确认 旗下所有贵宾厅就全线关闭了 对了 看到接下来的太阳城这间公司 它的营运就暂时就比较大规模的业务就会停止了 大家关注着除了周卓华旗下的公司之外 就看那些博彩企业的 因为譬如金沙、永里或者美高梅 都有他们的赌厅 也有贵宾厅由太阳城去营运 不过这个时候高盛就发表了研究报告 他就说博彩企业 未来就会倾向缩减贵宾厅的规模 就转而注重这个高端中场业务 预料高端中场业务就成为澳门赌业 未来的关键盈利动力 说了几只股票大家可以趁低级纳 你觉得澳门赌业股又如何分析它的前景呢? 我想赌业股现在已经不只是业务 或者营运上的问题了 因为之前我们看什么咨询期 可能要谈谈牌照 是的 牌照那些 大家都会在焦点放在营运上 但是明显这次太阳城事件 你会觉得除了营运上再高层次一点点 是不是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些情况呢? 所以我觉得摩通哥我觉得是对的 或者他出了报告说中间业务应该结束了 你就会明白 我想为什么贵宾厅那些会暂时停 而且你会看到都开始去一些高端的中场 总之退回来 做不到贵宾厅就做一些高端的中场 但是你要知道 通常贵宾厅就是赌股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说真的一个贵宾厅不是炒的 就是赌股的 都比你中场围着不知多少赌股的代 就是你明白那个比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感觉到来着赌股 一定会先降低下来 整个业务或者架构 我想我自己也不太建议如何去骂 说真的现在还是风声渴吏 而且你会感觉到反弹空间有多少呢? 就是既然现在整个规模都会缩的时候 当然你说银魚四折是很划算的 但是你没有理由期望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银魚可以回到80元 就是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形容现在可能又变成了炒Range 就是监管之下大家看到的 腾讯、美团全部都是炒Range 你不会去回到之前的高位 我想银魚都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消息风平浪静 好像之前那样 慢慢慢慢上来上来50万元 一旦有消息又回到评论 我觉得暂时预计炒Range的策略 去炒这些赌股 好 大家就参考一下 因为之前有一个赌业的牌照阴霾 之后澳门行政长官就出来说了 那个牌照的续期就可以延后一点 那一下其实大家就很亢奋 不过不同的消息就令到 那个赌业股其实发上发落都很大 所以可能真的有兴趣买的 都是用炒Range的策略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汀